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两条街 有一间那个空屋 它是常年都没有人住的感觉 废墟 对 看起来就像废墟 我们邻居的小朋友啊 有一天就想说 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这样子 很像我们现在在看那种 就是空屋冒险那种片段 然后我们小时候 应该也算是好奇心很重的人 然后所以就想说 无聊 然后甚至没有大人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就跑进去看看这样 对 然后当时就是我约了哥哥 我哥哥那时候好像国二吧 然后还有邻居的两个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然后一个是我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边就称A同学跟B同学这样 那当天呢 我们这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 趁没有大人在附近 那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一个搭一个 就跳进去这样子 首先呢 那天是我哥哥先跳进去 然后他就看了 就是巡视了一圈之后 他就觉得怪怪的 他就表情很严肃 然后他转头又跳出去 他跟我讲说赶快出来 不要进去 哥哥比较聪明啊 就是他看到东西 可能就像你讲的不能讲 对 其他五个人我们就是 就不死心嘛 想说去看看 然后邻居的哥哥呢 他首先他就看到那个大门 大门他就看到感觉 好像那个把手是烧焦的 一转然后开了 然后就看到地面上 其实有碎玻璃 然后还有两条那个封锁线 在地上 对 邻居哥哥先走进去之后 再来是A同学 A同学进去的时候 他看到地上 有一面那个破掉的镜子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拿起来的那种镜子 然后他就把镜子拿起来照自己 那个镜子是 有点破掉 剩下一半 可以看到一半的镜子 然后他拿起来看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 后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这样 就摔地上 然后就掉下去这样子 那B同学进去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那个 他就踩到一个像这样子的碗 就是不锈钢的铁碗吧 然后他就踩到 然后就哐一声很大声 然后我们全部都吓一跳 然后就看着他这样子 然后他就骂了一声 他就把那个 他就把那个碗往外踢 然后他就踢到那个 就接近门口的地方 林玉姐姐她走进去的时候 她就说 哇 这边看起来好像是 有发生过火灾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最后是我走进去嘛 可是我不太敢走到台里面 因为我想说哥哥有跟我讲 对 然后走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 楼梯下 楼梯二楼吧 有一个人就是从上面走下来 你看到人走下来 我看到一个人走下来 可是他是一个 全身就是烧焦的人 没有头发 那应该不是人 对 然后他就是把手伸出来 然后要接我上去的感觉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 我就吓一跳嘛 然后我就尖叫一声 啊 然后那个邻居姐姐就在我后面 然后他好像也有看到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同时往外冲 对 然后冲出去的时候 就他在我后面嘛 然后因为刚刚那个 B同学好像不是踩到一个那个碗嘛 踢完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就踢到那个靠近大门的那个口 门口那边 结果那个姐姐他就冲出来的时候 他就踩到那个碗 就跌倒 跌倒 然后他就好像伤到右脚 然后下面有玻璃嘛 他就说他爬不起来这样 对 但我冲出去那时候我就是 我已经在那个爬墙到处去了 然后我回头看着他们 我就看到他们穿过一个那个人影 穿过他 所以他们其实是看不到的 对他们没有看到 然后他就冲出来 冲出来就应该是只有我看到啦 嗯 对他们冲出来的时候就冲过那个影 对 烧焦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当我们就一个一个 搭一个要让他们爬出来 然后我跟哥哥就在外面接他们嘛 然后接他们的时候 我就看到二楼的地方 有一个人在跟我们这样招手 跟我们说再见这样子 然后楼下那一个人的影就这样 叫你进来 对 好像叫我再来玩 我们六个就很害怕 然后就赶快跑回家 然后之后就是听说那个大人的 就是附近的大人就说那是一个气泡 气泡过的房子 嗯 然后当时好像死了三个大学生 在里面哦 嗯 后来那个房屋听说有改建 然后也有卖给其他的屋主 可是到就是都好像有发生一些就是 像自然啊 还有那个工人从楼上掉下来 不知道看到什么然后掉下来 然后骨折的事情 卖出去 然后也没有再改建还是什么的 现在还空在那边 所以你刚去拍嘛 那些照片是最近去拍的吗 对 就为了上这节目去拍的 对我想说我的第一名 然后就是再回去那边看 那怎么没爬进去再一次了 哈哈哈哈 开玩笑了 如果是你应该也不敢吧 不敢 因为有法师应该敢 然后现在就是去回去看的时候 发现墙已经不见了 然后封锁线还在地上 你刚刚讲这个废墟的故事 然后我有想到那个什么 那日文叫什么名字 内心内心 我突然想到一个 不能说故事是真实社会新闻 然后也是跟废墟有关的 有一个摄影师 他跟一个小摩 约好要去废墟拍这个写真 你们看有些小摩不是都穿得很辣 然后在一些废墟里面摆拍这样 他们就约好 他们住在台北市松山区的虎林街 从这边然后就出发到 那个白沙湾 你知道那边有那个飞碟雾 然后还有那个废弃的那个 一整片面海的那个废弃那边 他们就约好去那边 从台北到虎林街 不是 从虎林街到那边 应该要约40分钟快一小时 就这样过去 到了之后呢 那个摄影师上去 你知道我们这种常去废墟的 最怕的不是遇到鬼 最怕是遇到流浪汉 或者是遇到一些人 因为人会报警 我们就被抓 然后流浪汉可能在那边 我们也不好拍 他就发现有个流浪汉 躺在那个废墟的二楼睡觉 他说 怎么会有流浪汉这样 他就走过去 想要看看是不是能说 大哥不好意思 我们拍个影片 拍个照片这样 然后走过去之后 他就发现不对 那个人躺在地上 然后他那个脖子附近有一滩水 他再仔细看 那是一滩血 然后那个人是拿刀片 把他脖子这样割开 他在那边轻身 然后倒在那里 而且那个血还黏黏的 表示他刚离开没多久 就刚割完没多久 他就吓到小摩也吓到 然后就赶快打电话 这上新闻你们可以去查 这真的有 因为这个新闻是我跑的 然后他们就赶快打电话 报警嘛 发生尸体嘛 然后当然你就不能拍 结果一查之后发现 靠 那个死者 是他们邻居 但他们不认识 那个死者也住在台北虎林街 然后他就说是邻居 然后那个死者早上的时候 不知道为何想不开 从虎林街坐公车 一早先去那边亲身 然后这个摄影师跟小摩 是下午再从虎林街 住过去 感觉冥冥中告诉你 你现在在那边找到我 帮我报警这样 所以想要脖子断掉跟废墟 刚好想到这个社会新闻的事情 一样就是谢谢我们的这个奖金 孙怡恩还有强制送你一本我的书 谢谢 好 这边谢谢 谢谢一半活动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四个人来宾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四位来宾 他们从台中上来 尤其天气不好 然后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如果没意外的话 还会有第三届 除非是长官叫我不要再办 不然的话应该是会有第三届 我应该不会参加了 应该竞赛了 还可以参加啦 还可以参加好不好 还可以参加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那当然聊天室的朋友 也非常谢谢你们 陪我们度过今天晚上 我是作为在大陈海 我喜欢鬼话的影片 到我部屋说八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晨宁录